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份凉爽和爱心传递到江西省群屋县集团镇 那边我们将会联合江西省红十字会 建立江西广播电视台博爱幼儿园 在那边我们会建一个容纳60个孩子的公立幼儿园 都是学龄前的留守儿童 那今天在我们我是联想王的舞台上 我们将会分为三轮来考验六位选手的联想能力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轮的比赛规则 六位选手分为三组 每组两位选手以抢答方式答题 三题两胜 选手回答错误将会受到大风吹的惩罚 获胜选手可以晋级第二轮 有请我们的第一组的选手登场 一位是来自中国台湾TG线的林志玲 媛媛 另外一位是毕业于景观学院的日国顺 两位你们好来 请勿计 欢迎两位来圆圆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了嗨嗨大家好白哥好 我的名字呢叫做圆圆 然后我是来自台湾 我自称为是广播界林志玲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广播圈还蛮火的 所以我叫林志玲 你告诉我们你有多火好不好 当广播主持人的时候 我那种每天的信啊 可能就这么厚一点 然后放在我的桌上了 我就觉得很开心 这台湾女生讲话都是这么嗲的吗 就有一些些啦 所以我今天答题的话呢 我就觉得很害怕 如果我被惩罚的话 白哥要当我的黑骑士可以吗 我要怎么样救你 就给我一些提示啊 你给我撒一个娇 我看看我会不会给你提示 哎呦白哥慢 哎呦白哥超慢 哎呦好了好了 对手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今天我来到这里 我将用行政思维联想 播出重重难题 你们要小心咯 尤其是啊 你啊 是吗 所以我必须答对 我拼死命了 我必须答对 不可能肯定是我对 我两个人看来现在是呛掌了 但是我们的题目没那么简单 准备好了吗 加油加油好了 第一轮第一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题 这道题考察的是你们的组合联想能力 请你们根据图片联想两位明星 哎 哦 知道了 这个很简单 左边那个应该是大S 节目组出题的话 应该会有点难度 嗯 右边可能是他的好朋友范范 范尾琪 对 你的答案是大S和范尾琪 圆圆这个时候 脸上露出非常诡异的笑容 但是我也不知道大神的结局会怎么样 来 看看你的答案是否正确 自审人 下顺 垄来 好 圆圆 我真的覺得你們真的對我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我一下又看出來 只是她警察手快 因為她們是姐妹 所以她們就是大小S 不會吧 真的啦 知道大S肯定知道小S啊 不可能出大小S吧 所以你眼花啦 你到現在還不相信大S和小S是吧 那我們來看看圓圓的命運怎麼樣 這個地雷會不會噴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很有把握 我很有把握 應該不會 虛了吧 恭喜你追加正確 看一下我們是用哪兩張照片合起來的 好 圓圓 你看台灣的男生 再看大陸的男生 你覺得他們最大的區別是什麼呢 我真的覺得這邊男孩特貼心 他們都一直想要幫你拎包 然後台灣的男生 一直都要我們幫他們拎包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就在這邊 好 大叔你要加油啊 這道題對你來說是賽點 如果你沒有搶答正確的話 那麼你就要被淘汰出局了 觀眾給我加油一下 我這題肯定要答對 這道題考察的是你們的聽覺聯想能力 你們要聽聲音 聯想出這段聲音是由什麼發出來的 請聽題 聯願你聽出來了嗎 我聽到了 是什麼 我聽到是人的聲音啊 所以是嬰兒 A嬰兒 對 好 好 那這個答案會不會是正確的呢 圓圓來接受你的結果 假睫毛都要吹掉了 嚇到的都是我 看來不是嬰兒 看來不是嬰兒 來再聽一下 我知道了 大順 肯定不是嬰兒 剛剛聯想也幫我排除了這個錯誤的答案 所以只剩下 八哥 貓 跟狗 三個 八哥屬於鳥類 他們沒有聲帶 所以不可能發出這麼有韻律感的聲音 狗的聲音比較粗 貓的聲音比較細 不是狗就是貓 我聽剛剛的聲音我覺得是貓 你覺得是貓 對應該是貓 那是公貓還是母貓 這個得抓起來看一看 所以你的答案是貓 對貓 大順會不會被噴呢 我們來看一下 神栽 恭喜你 打成一比一平 對哦 到底這是一隻什麼樣的貓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把講話 好像人哦 還帶方言呢 還需要愛護小動物啊 你又要养一只猫 要及时给它喂食 要不然它就变成野猫了 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小动物 你甚至不捂 没有 我是用排除法 我觉得它的方法很科学 所以说我们是行真思维联想 我举一个例子 犯罪心理学上有这么一个案例 很有意思 就是一个盗贼 他在盗窃的时候 他把蜡烛放在牛奶瓶里进行照明 被抓住的时候 拒不承认事情的经过 于是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测验 叫自由联想法 很简单 我们说一个词 他把脑袋里立即想到的词 马上说出来 比如说 我说天 他就说地 我说鲜花 他说草地 我说巴黎 他说铁塔 叭啦叭啦叭啦 说了一大堆 我突然说蜡烛 他说牛奶瓶 于是这个案件就这样告破了 所以说 我们在联想 在说话的时候 有可能会暴露我们内心的小秘密 我的天哪 你太 太吓人了 这个招要是被我老婆知道了 她前面跟我玩 最后问一句私房钱 我不小心说出来怎么办 来 第三道题 这道题对你们非常关键 谁答对了 谁就能走到下一轮 坐到我们的晋级座位上 来 第三题 考验的是你们的推理联想能力 请看题目 我们会根据四幅图 让你们联想一个科学名词 首先这是第一幅图 是水的波纹 波纹 当然你们不可能有任何的线索 对 我们再来看下一幅图 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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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顺 来 告诉我你的答案 我前两天刚刚看了三题 我觉得引力波 大顺的答案是引力波 这一次它会不会被喷呢 我们来看一下 恭喜你回答正确 那我们还要两幅图 我们就看完吧 好吧 图三是一个激光干涉引力波 天文台 还有一个图四 是产生引力波的 两个合并的黑洞 你输得怎么样 心服口服吗 我刚办下风了 爱因斯坦 超遗憾的 就只不予第一轮了 没关系 我换个名字下次再来 好吧 欢迎媛媛 下次换成圈圈这个名字再来 好的 来 谢谢媛媛 再见 好 恭喜我们的大顺 就能够成功地晋级到下一轮 那同时呢 我也给你一个超级福利 看看你的运气吧 选一个 选对去 4号 礼盒开启 看看是什么 恭喜你获得188元的红包 当然了这个环节 我们是想和电视机前观众玩一个互动 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 摇一摇购买我们的一元福袋 就有机会获得这个188元的礼包 我们在年末呢 也会提醒所有人的公益力量 联合江西省红十字会 在江西省群屋县集团镇 建立一个江西广播电视台 在博爱幼儿园把我们的爱心带到那里 再次恭喜大顺 来 请登上你的进级宝座 尤其我们的第二组的选手登场 一位是夜幕学神常乐天 另外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高材生 好一乡 他们就是学霸和学神的对决 来 欢迎两位 常乐天 来 请做做介绍 观众朋友大家好 白哥你好 我是常乐天 21岁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 获得了统计学硕士学位 担任过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助教 担任过 这个是学神啊 等一下 你刚才说你担任过2013年 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的助教 没错 那么我斗胆问一句 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的学者是哪位呢 他是罗伯特希勒 是耶鲁大学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 他凭借着非常出色的理论叫做非理性繁荣 获得了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假设所有的人做出的决定 其实都是非理性的 推翻了之前经济学所做的假设 我补充一点 所有的女人做出的决定都是非理性的 其实男士也是一样哦 是吗 对 比如说结婚这种事情就是非理性的 其实这个倒不一定了 但是买房子一定是非理性的啊 这位教授真是雾透了人生啊 这位小伙子你压力大不大 那是耶鲁来的 您是 我不惧怕 大家好 我是好一江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今年20岁 我快历史痴情国学 无论是夏商中秦汉进 还是隋唐宋语言文青 无论是希腊哲学的滥梢 古罗马帝国的兴衰 还是文艺复兴运动 以及宗教改革的兴起 我都了入之掌 如数假针 今日我将用我的头脑风暴 来席卷联想王 并知大奖梦我 向我招手 曹逸江 你骗人 你说你20岁 难道我不像吗 你像20岁吗 为什么不呢 因为你长得很像 我的一位二大爷 济连海博士 好了 两位 一位是中国顶尖学府的才子 一个是耶鲁大学的女神 谁会赢得我们这轮比赛的胜利 和我们的大顺同样坐在我们的晋级宝座 就要看这一轮的比拼了 两位都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好了 来 比赛现在开始 这道题考察的是你们的观察联想能力 请根据四个图片的提示 联想一句古诗 来 请看题 常乐天 这是梅花吧 应该 我觉得图上画的 是梅花 所以这是一句什么古诗 应该是宝剑 风从 魔力出 梅花香字 苦寒来 其实说到梅花 我第一首想到的就是这首诗了 明白了 所以就先试一试 这道题 你回答的是正确的吗 对不起 回答错误 我们再来看看提示二 提示二是田间有一头牛 等一下 你抢就抢 你干嘛还要后退一步 做以退为尽状 好 姜姜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我就认为它应该不是梅花 而是桃花和杏花中的一种 那又配上这头牛呢 所以我的答案是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桐瑶纸杏花村 所以你的答案是 木桐瑶纸杏花村 我们来看看 一米九六的孩子 会不会被喷得再退一步 恭喜你 回答正确 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两个提示 提示三是一位古人 提示四 牛背上坐着放牛娃 三是木桐瑶纸杏花村 这首诗是谁写的 杜牧 杜牧的清明 好一箱你的阅读量 应该会很大吧 我平均一年应该在 1200万字到1500万字左右 那是什么概念 多少本书呢 就基本上按照30万字的 一种标准的那种 小说而言的话 一年差不多在40本到50本左右 平均是每周一本 都是什么类型的 杭盖的类型也是很多的 像比如说历史 国学 包括一些文学诗词 也都有广泛的涉猎 我觉得长了天 虽然你是耶鲁回来的 但这道题你输给他 得服 希望下道题能够合你的胃口 好吧 好的好的 下道题 也许你会答对 因为这是一道考察 你们听觉联想能力的题目 请根据音乐联想 这段音乐表达的主题 来 请听题目 A 美丽田园风光 B 梦幻的海洋世界 C 我还没有念完呢 天下武功 唯快不过 面对这样的抢手 我必须速战速决 是这样的 我把题目念完 他们才给我八公司 你不让我念完 你让我很难做 不好意思 算了 那你说吧 你告诉我是什么 刚才我听到这首歌曲 有一种淡然的那种 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 所以我的选择就是 A 田园风情 美丽的田园风光 是的 咱们来看看好一枪 你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 由松下电器 独家冠名 在主播出的 江西卫视 公益一致节目 我是联想王 好 咱们来看看好一枪 你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天下我们微快不破 我们要喷死你 来 我们继续听题 C 充裕的森林子官 D 欢乐的童年时光 来 常乐天 我今天应该选C 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森林狂想曲 所以他讲的一定是森林了 我们来看看 常乐天的答案 是否正确呢 恭喜你回答正确 两个人打成一比一平了 确实这首歌叫做 森林狂想曲 这个曲子 它是一大堆牛人 真的是业界的大牛 花了五年的时间 在台湾制作的 而且这首歌 所有的背景声音的 录制全部是在台湾的 田间地头 什么蝉鸣的声音 蛙叫的声音 鸟叫的声音 就这么录下来 然后制成的森林狂想曲 好 现在你们打成了一比一平 要进入到你们的赛点了 这道题有一点点的难度 这道题考验的是你们的 创意联想能力 请根据图片联想出一则 公益广告的宣传主题 这是两只豹子 我要把命军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如果再被喷的话 那我觉得太喜剧了 死而无憾 但是我抱有了毕生的决心 好意将你的答案是 我看的是两只豹子 穿着两样不同型号的衣服 应该是保护动物 不要拿动物的毛皮 为人类所用 做出人类的厚重的衣服 所以你是看到那个S号和XL号 对 好 好意将 它的答案是保护动物 那这则公益广告 说的是这个主题吗 yes 漂亮 恭喜你 回答正确 这个广告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 小豹子上面写的是S 大豹子上面写的是XL 而且这个S和XL 就是我们衣服上贴的那个尺码 它就告诉我们人类 有的时候看到动物 可能就想的是 这只动物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衣服 就是呼吁我们保护动物 特别是这种野生动物 恭喜你 回答正确 那常乐坚 很遗憾 作为一个耶路斯基业生 我们在乎的只有两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的孝训 光明与真理 所以输赢是最好的 谢谢你的参与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好意将 恭喜你晋级到我们的第二轮 那同时我们身后还有礼盒 等待你的开启 66大顺吧 我选择6号 当然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拿起手机 参与手机摇一摇 购买一元的工艺福袋 你也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 礼盒开启 一块钱的红包送给你 谢谢好意将 来 请坐 我们第一轮还有最后一组选手 有请他们出场 这位是有名有义的广告代言人 袁俊川 这位是白领丽人秦生生 欢迎两位 来 请募集 来 袁俊川做自我介绍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袁俊川 现在是青岛地区的必胜客的代言人 但这位姑娘的名字我很好奇 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秦生生 现在是打工皇帝的助理 秦生生这名是真名还是义名 真名 我妈给起的 你妈是穷妖男吗 是 她是个特别浪漫的姑娘 因为这个名字的关系 大家觉得我可能是学艺术的 对啊 其实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功课女 啊 你是马农 对 马农 哦 这个是比较漂亮的马农 那今天你遇到的是俊川 你俩是颜值担当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不看颜值 我们看实力 让你们的思维像松下袭击一样 翻腾起来吧 我们第一轮第三组的比赛 现在开始 请看题目 这道题要考察两位选手的推理联想能力 一共有四幅图猜一位明星 这就抢答了 猜一猜我的女神好了 看她能不能保佑我 奥黛利赫本 第一张图就敢抢答的人 都是充满勇气的 我们来看看这份勇气会不会有回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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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型忘了 发型忘了 怎么办 镜子呢 不是奥黛利赫本 但这个确实是奥斯卡小惊人 来 我们来看第二张图 秦深深深先抢到的 这个是我真正的男神 看过他很多作品 最有名的就是他演的 Jack 泰坦尼克号 所以你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雷奥纳多 Lio 这个答案是不是正确的呢 秦深深接受你的结果吧 这个不可能错啊 这个是雷奥纳多小的时候 少年时期 来 我们再看第三张图 她的成名作泰坦尼克号 对 第四张图 模特儿 这个是不是她的新女友我不知道 但是根据我们的大数据显示 雷奥纳多的56任女友 都是模特儿 模特控 我觉得啊 雷奥纳多是一个 非常非常专一的男人 因为他对每一个女朋友的 选择都是一样的 来 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这条题我们要考察 这是你们的观察联想能力 看图联想一个汉字 来 请看题目 我觉得这个像凳子 凳子的前身是茶几 我猜是几字 古时候没有桌子 人们席地而坐 然后到了春秋时候 人们在读书或者是吃饭的时候 会在它的背后 架一个很小的凳子 这个凳子在古时候就被叫做这个鸡 这些知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小时候看百科 情生生 看能不能顺利晋级到下一轮 恭喜你回答正确 那个字在几何念几 多音字 茶几念鸡 一声 来 我们来看第二个提示 甲骨文 它是这么写的 跟现在的文字差不多 对 我们现在说的鸡 就是放在沙发前面的那个茶几 放茶杯 放咖啡杯 什么的 但是古人席地而坐的时候 依靠的矮桌子 当时称为鸡 对 就以前的鸡不是放东西的 而是就大家这盘腿坐 或者柜子坐的时候 靠胳膊用的 谢谢你 袁俊川 再见 来 恭喜你晋级下一轮 同时你有一个超级福利 看看你的运气好不好 选择一个号码吧 你选择的是五号礼盒 礼盒开启 恭喜我们的情生生 获得由生态电器提供的 清静落激烈波轮洗衣机台 冬夏洗衣机 以创新洗衣科技为您开启 全新质感生活 让爱静在身边 冬夏洗衣机 捷径制选 可以高效洗衣 我们的手机摇摇 购买一元的工艺福袋 就有机会获得这台 冬夏洗衣机 在年末我们会 提起所有的年终力量 联合江西省 红十字会 在江西省 循庸县集团镇 建立江西广电视台 博爱幼儿园 谢谢秦深深 恭喜你 进击下一轮 来 坐上你的 进击宝座 接下来要进入 到我们比赛的第二轮 本轮考验的是 选手的再造联想能力 三位晋级选手 根据特邀嘉宾的表情 和肢体语言 进行联想近开 采用轮答方式 每人90秒 答对下架答 答错则继续答 第一位时间耗玩者 急遭惩罚 淘汰出局 来 有请本期的明星嘉宾 宋紫乔 宋紫乔 今年女演员 她是关于演员的狠角色 在热门剧 会议生项目当中 是演唐嫣的魔鬼上司 在抗日片热血当中 是演独辣米特时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欢迎紫乔 白叔叔您好 我是联想王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宋紫乔 很高兴今天能够参与到 咱们这个节目栏 你接下来我特别开心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的导演 总终于是良心发现了 之前全找的男的 今天终于来了一个美女嘉宾 好开心 但是紫乔 我听说 你是一个很绝色专业户 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 在那个《可以生肖末》里面 你演的是唐嫣的上司 对 非常狠 狠吗 就是看剧的时候 有没有恨这位女上司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 角色的魅力 对 从那个之后 好像你接的都是 什么坏媳妇 是啊 好像一下就把我定型 到那个位置上去了 你在生活当中 是特别温柔的那种 还是 温柔好像有点假象吧 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 我的本性了 等一会儿看到我的本性 你要干嘛 不干嘛 白叔叔放心好了 聊下来性格确实不错 特别爽朗的东北姑娘 今天我觉得你的表演 一定会能够帮助到三位选手 好 因为他们能不能获得最后的大奖 这一轮很重要 来 首先我们欢迎出 进入到第二轮的三位选手 你超害怕吗 这个炸弹衣 我需要穿这个吗 我觉得这太炫了这个 给我来个绿色 你要个绿色是顶头上 还是穿上的 我当然穿上了 这样我们四个人 就是忍者神龟 不行 我们要保证你的安全 你还要给他们表演呢 好 来 希望紫乔能够给你们带来好运 好 三位 还有我们的嘉宾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的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 计时 开始 三个字 刮胡子 正确 来 跑一张 两个字 九 漂亮 两个字 酒鬼 正确 太粗面了 拔河 漂亮 正确 好一张 三个字 莫言 正确 我的妈呀 太粗面了 拔河 漂亮 还没说几个字呢 太粗面了 来 大顺 三个字 打本体 正确 好一张 三个字 正确 好一张 三个字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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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五个字 请问大罗姨 差不多 还有什么 小龙十八掌 正确 来 大顺 四个字 三个字 三个字 一分零六 一分零六 一分零七 三个字 Cla graphics 一分零六 重复杂 正确 来 请身身 还有一分零五 六个 正确 我的 太粗面了 一分零四 起步相当各位 三个字 瓜葳 掌 三个字 你还要47秒 46秒 两个字 过 过 好 两个字 几个字 两个字 腰痛 被打 挨打 32秒 过 好 过 来 下一个字 三个字 踢键子 正确 时间停 来 四个字 满地脚牙 正确 还有51秒 好一将 三个字 正确 来 行深深 还有25秒 加油 四个字 18秒 17秒 过 来 不能再有过的机会了 两个字 全场倒计时 十 正确 好 来 大顺 51秒 50秒 三个字 中彩票 正确 好 一将 三个字 这个碗 正确 正确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 好 看看身后的三个字吧 睡美人 谢谢你 再见 星星星 好 还剩两个老爷们儿 大顺还剩下45秒 好一张还剩下38秒 我们的比赛要继续 我们要决出最后炸弹没有爆炸的人 他在下一轮将会赢得两项重要的权利 两位比赛继续 继续开始 两个字 爬速正确 好一张 两个字 重点 正确 三个字 吹笛子 正确 三十六秒 好一张 还有三十二秒 三个字 大胖呀 大文大 正确 二十 两个字 两个字 书法 正确 好一张 还有二十五秒 你们的时间相当 三个字 写个硬 放在硬 还有十三秒 要过吗 八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哎呀 你为什么不喊过呢 我不会过 因为借用鲁锡先生一句名言 正在猛事 敢于直面 惨淡了冤胜 明知道年身很惨淡 还要赢上去 小黄仁 看过吗 听说过 两个眼睛 他有一个一个眼睛 飞到 没没没没 小黄仁你没看过 没看过 怪不得呢 光看输了 没看过小黄仁 来 哥们有点 我在这 都已经挨咬了 还打仓 一样 那时都要打你 他有点耿直 就有点 得儿一根筋的那种 他救不过 我就要宁可被炸死了 宁可被炸死了 恭喜我们大顺成为我们这一轮的获胜者 来 两位 谢谢你们 来 放个衣服吧 我们一会儿第三轮见 当然紫乔你也要把幸运留给我们电视机前还有现场观众 来 好事成双 我选二 好 二号礼盒 礼服开启 八十八元的红包 谢谢紫乔 感谢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拿起手机摇摇购买一元的工艺服带 在年末我们也会集齐所有的工艺力量在湘西省 巡乌县集团圈建立湘西广播电视台 博爱幼儿园 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比赛的第三轮 本轮考验的是选手的归纳联想能力 大屏给出16个线索 其中5个只向同一个答案 其他11个线索都是与答案无关的干扰项 两位选手轮番逐个排除干扰项 一旦排除错误即宣告失败 并接受终极炸弹的惩罚 另一人则成为本期联想王 有请我们的终极炸弹登场 刚才最后获得胜利的是吕国顺 所以这次你的优先权就体现出来了 你的两个特权是 一 你可以优先答题 二 在遇到不确定答案的时候 可以求助我们现场的观众 我们一共有16根线索 只有5根线索说的是同一件事 其余的线索都是干扰选项 只要你们减错一根线 这颗炸弹就会爆炸 你们一定要小心 一人敏闪 ker tradear 人敏忱 YoYo五石新走词 自己地欠 智来 我骑不odes 我每天机 Opportunity rounds 他prints得了 我的字幕志明 Spike 看要脆 uit 隐正 十一 一次就好 十二 刘涛 十三 金庸 十四 二十二楼 十五 逍遥 十六 孙丽 都准备好了吗 OK 好了 好 我们第三轮的终极比拼 现在开始 大顺 你要捡起号线 十三号 金庸 十三号 一开始看到 十六个题目的时候 我脑袋里反映出来的 就三部剧 一部是小江湖 第二部是夏洛特的烦恼 第三部是甄嬛传 为什么选择金庸呢 因为跟金庸联系的最少 我看了一下 只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金庸 一个是任盈盈 还有一个是葵花宝典 确定吗 确定 来 好 他剪断了十三号线金庸 这个会不会是一条安全的线索 还是会一上来就能引爆炸弹的 看看他的结果 恭喜你 好 请回到原位 郝一江 站得高 是不是能够看得更全 我选择 我 三号 葵花宝典 三号 葵花宝典 我剪断了他 我今天拿到九阴真经 欲练此功 必先剪断三号线 当他选择了金庸之后 我马上跟着他的思路 选择了葵花宝典 我觉得这样是最保险的 葵花宝典 会不会让他安全过关 我们来看 好 恭喜 对 正确 大臣 压力又到你这边了 这一次我很确定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就他了 一号 对 任盈盈 好 这是最果断的一次见 因为跟金庸相关的选项就三个 如果我选择了第一个 对方要选择第二个 我选择第三个 对方要做另外的选择了 他可以帮我排除掉其他的错误答案 我们来看 炸弹会不会爆炸 恭喜你 回答正确 看来两位兄台都是武侠迷 你们把这个干扰项都剪了出来 接下来好一枪 我选择十五号 逍遥游 十五号 逍遥游 逍遥游 逍遥游是庄子的一部名作 我希望剪断它可以助我平须一封 欲金成封 下封 而 行 不是兄弟 咱们在这不是读诗的 不是说你会读哪种诗你就剪哪根线 你要看准了它是不是干扰选项 因为我自己对娱乐方面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不知道逍遥游跟娱乐影视有什么关系 我把这十六个选项中的逍遥游看成一个独立题 就是跟其他选项都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很保险的一个选项 好 观众朋友们 友情提示 这一次可以把耳朵捂上 因为极有可能 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我们来看它的结果 炸弹会不会爆炸 好 好大顺又到你了 刚才他把庄子的逍遥游剪掉了 我简单分析了一下 跟金庸小说有关的基本被排除了 正确答案是有五个 不要再分析了 我独一把 你的分析有可能会对对手 带来灵感 几号 九号 九号奖心 看了一下《甄嬛传》的选项 最多不超过四个 就是孙丽 奖心 臣妾做不到啊 还有一句古诗 所以我就选了奖心 好 你把奖心剪断了 观众好像不太看好你 都把耳朵捂上了 汇报吗 最保护 好 恭喜涉嫌过关 好一枪 到你了 刚才你剪掉了《逍遥游》 他剪掉了奖心 这两个有什么联系呢 奖心是庄子的后代 也不对吧 在武侠这一个系列中 我已经跟上了学长的思路 如果这一方面 我再继续跟着思路的话 最后无异于是作茧自负 玩火自焚 所以我想的是 开作自己新的思路 他剪他的 我剪我的 然后到最后 一根线到两根线的时候 我们再一决胜负 我选择四号开心麻花 四号开心麻花 我们有一位女观众 干脆把头都给变过去了 她怕伤到自己 开心麻花是安全选项 还是正确选项 被你给剪错了呢 我们来看结果 欢迎回来 你现在收看的是 由松下电器 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 江细卫视公益一致节目 我是联想王 炸弹会爆炸吗 开心麻花是安全选项 还是正确选项 来吧 接受你的命运吧 也许是安全的 这准喵 你很伊 我们微快突破 我们要喷死你 哈哈哈哈哈 酒香的 好 一香你可以尝一下 这是食用奶油 绝对安全健康且美味 你的衣服交给松下洗衣机了 好的 但是你怎么就把 开心麻花给剪掉了呢 你看过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吗 听说我没看过 这部电影 小黄人没看过 夏洛特也没看过 我给电影是绝缘的 你看一剪煤 是夏洛特烦恼电影里面的歌曲 开心麻花是这个团队做的 影证是夏洛特烦恼 在剧中下落他的情敌 魂这首歌你总听过吧 刘德华唱的那首 一次就好也是里面的歌曲 还有 臣妾做不到 蒋星 孙丽 都是甄嬛专意的内容 刚才我们看到 还有一个逆风如解意 容易莫摧残 这个是皇上见到还幻 第一次的时候 缓缓念的诗 《大鱼海棠》电影当中 的主题就是 庄子的逍遥游游 春是里面这个角色 《欢乐颂》这部电视剧 想必你也没看过 他是一个与世绝缘的孩子 《欢乐颂》里面 蒋星你认识吧 知道 华飞娘娘 刘涛你知道吧 知道 22楼你知道吗 我没往下蹦过 肯定不知道 22楼是欢乐颂 那几个女的住的地方 就是住的22楼 整个发生的故事 今天 宇国顺听过了 万重艰难 终于到了这一轮 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恭喜你成为我们 本期的联想王 当然了这个环节 我们是想和电视剧 的观众玩一个互动 现在你们就可以拿起手机 摇一摇就有机会获得 本期的终极大奖 就是由松下电器送出的 MA6152洗衣机 一台松下洗衣机 以创新洗笔科技 为您开启全新质感生活 让爱尽在身边 当然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官方微信公众账号 江西卫视 我是联想王 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机会 就可以拿着大礼 为自己的想象力证明 让我们再次恭喜 吕国顺 让我们在越冠军比赛 继续见面 希望你能够把好运延续下去 谢谢大家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谁说男女搭配 打提不累 宝哥呢和 圣圣呢 我就在纠结 四位周冠军 魏征月冠宝座 有一小船连番几遍 我吃了严明天走得落到多 今天 我把怪叔叔抓到 会对我温柔一点 保护人民对吧 王头应该 全新的脑力冲击 火力升级 正确 大舍你要加油了 谁能笑傲本月联想王 手机了 繁币微笑 我们来看看 网络牌的节目 正确 下周二晚上九点一刻 将机会是松下电器 我是联想王 多一把 越冠之战 胜者为王 我更加上电器 木杰 怎么回答 的